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弹出的新界面板中,我们将宽度设置为600,高度设置为500,点击确定 回到图层面板,单击图层面板下方的创建新图层按钮,创建新图层,图层1 选择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 在工作区内随意地画出路径 绘制完成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画笔 点击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单击画笔,样式 将当前的画笔大小设置为1像素 接着,我们继续选择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 在工作区内,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描边路径 在描边路径面板中,我们选择画笔 勾选模拟压力,点击确定 设置完成之后,我们回到路径面板,将当前的工作路径进行删除 删除之后,我们回到图层面板,接着选择编辑菜单 在编辑菜单中,我们选择定义画笔预设 将当前的画笔名称更改为轻杀 按回收键确认 接着,我们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 按快捷键F5,进行当前的画笔预设 选择画笔筋形状,我们来调整一下画笔的大小 将间距设置为1 在画笔形状中,选择我们刚才定义的画笔青纱 将间距调整为1 继续按快捷键F5,隐藏当前的画笔 接着,我们回到图层条板 单击图层条板下方的创建新图层按钮 创建新图层,图层2 将图层1隐藏 调整当前的前景色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来进行绘制 点击确定 按住键盘上的左中固化键 可以将画笔进行缩小 缩小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绘制了 按照自己喜欢的形状 进行随意的拖动 可以继续调节其他的颜色进行绘制 画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很有青纱的感觉呢 这样,我们就制作出了青纱的效果 感谢您观看二十一护林 允城教育网的课程 再见 感谢您观看 感谢您观看